作为在NBA最伟大的中国球员,姚明能够成功不仅仅因为她在球场上的天赋和努力,也因为她对美国文化良好的吸收和学习。 其中一方面,就是垃圾化,NBA的垃圾化并不一定就是脏化,有时候,她也是压倒对手的一种方式,而姚明,就在NBA从听不懂垃圾化,到最后学会了健康而有力的垃圾化。 一、初次见乔丹连垃圾化都听不懂出在美国,姚明的英语基础可以说完全为例。 回忆起第一次在圣地亚哥见乔丹,姚明表示,当时自己紧张的不行,而由于不懂英语,所以乔丹对她喷垃圾化时,她也是一句都听不懂。 而那时姚明最爱说的垃圾化,就是TMD,由于这三颗字母组合起来就像是Tomato西红柿,所以包括弗朗西斯在内的队友都很奇怪,为什么大姚为什么生气时爱说西红柿? 直到后来在中国才明白,姚明说的不是Tomato而是TMD,而逐渐成长。 应对卡曼,你倒是防我啊。 慢慢的姚明在NBA稳住脚跟,她的英文水平和垃圾化水平也是逐渐提高。 在和卡曼的交手中,姚明就展现了自己强硬的一面,由于在防守端卡曼不断用小动作和手机来破坏姚明的防守,姚明转身进攻端就送她一个颜面爆扣,然后回防时,对着卡曼怒喷。 You can not F.A.S.T.L.E.S.K.A.S.T.L.E.S.K. King stop me! 你TM倒是防我啊! 3. 霸气! 回应詹姆斯,我们休斯顿剑,除了赶罪卡曼这样的角色球员,面对NBA的巨星詹姆斯,姚明也是丝毫不耸。 08-09赛季,做客克利夫来的比赛中,由于裁判是罗罗的偏开主队,倒着火箭整场被动,赛后,因为犯规一直被暗在板凳的姚明对着詹姆斯和骑士放下狠话。 今天我没什么想说,只有几个字,我们休斯顿剑。 果然到了休斯顿,姚明带领火箭搭的骑士落花流水,大胜十九分,还宋山黄生牙第一次全场赢助攻。 4. 将垃圾化带回国家队孤立队友NBA里,垃圾化往往是激励队友,压倒对手的一种方式,而姚明,则将几种方式带回了国家队。 在亚锦赛和韩国队的比赛中,面对被韩国媒体,欲为取代姚明的亚洲第一中锋,和深圳,姚明打爆了对手,还在三分线外干掉对手三分。 比赛时他兴奋的对韩国替补习喊道,有我在,你们快滚,大大振奋了士气。 5. 奥运会怒喷梦之队,提升士气。 在北京奥运会上面对梦之队,眼看着不断被拉大的比分让球队士气下降,姚明站了出来,连续送给德龙两个大伙多。 然后他对着梦之队替补习霸气的说道,我还有三个犯规陪你们玩。 此举也大大提升了球队士气,逐渐的国家队,无论是阿联还是郭爱伦等等。 作为领袖确实还达不到姚明的程度。 不仅仅因为实力,有行动也与提升士气,帮助球队走出困境的能力。 他们差了大,姚也不止一个当次,乱走。